光臨 可以嗎 可以嗎 OK了 民建聯歡迎兩地簽了新的通報機制 因為這個通報機制其實是由2001年開始 到現在就沒有一個很大的檢討 我們認為這個新的機制的安排 是可以令到現在香港的市民更加清晰 或者更加了解 如果有人在內地被扣留的時候 他是觸犯了內地什麼的罪行 也是用什麼的原因被拘留的 這個其實也是回應了社會和民建聯的一個安排 我們特別留意到在新的機制之下 是加入了兩個條件的 第一個就是犯了 或者是懷疑犯了這個恐怖主義的罪行的活動 或者是危害國家安全的這些行為 都要是在現在的通報範疇之內 我們覺得這個其實是內地的公安 他們在那個執法的問題上面 是加強了那個透明度 亦都可以令到公眾更加知道 他們現在是在做什麼 適除我們香港人士的疑慮 在一個新的通報機制之下 我們認為還有兩樣的改善空間 第一個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通報機制 所以一般就要在七日之內 就是要向對方通知 但是七日對於我們來講 可能是會比較長一些 我們特別是希望 譬如說有些港人在廣東省 或者深圳附近這些地方被拘留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用一個七日這麼長的時間 去做一個通報 是否可以將那個時間去再縮短一些 另外就是 剛才提到 2001年開始到2015年 才有第一個檢討 那個時間似乎是長一些的 我們希望新機制實行了之後 可以在另外的一年之內 再進行另外一次的檢討 這是我們第一個建議 另外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那個通報的機制 因為它有一個通報時限的 就是14天 當中就沒有講明到 為什麼或者用什麼的理由 才可以用這個最高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希望 有關的方面 能夠澄清一下 如果你最初的原則 就是七日之內要通知 但是你也有個著情 是被雙方的執法機關去延長到14天 那什麼時候 什麼原則 才用這個14天最遲的通報機制呢 這個是我們都希望 在內地和香港的執法機關 大家都能夠清楚地去展示給市民聽到 讓大家都是安心的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 民建聯的一個回應和建議 看看大家有沒有些什麼問題 但是將那個恐怖主義 或者所謂的國家安全那裡 就是分開處理 現在就是30天 就是和14天的原則罪案 分開處理會不會太長了 我想恐怖主義行為那個罪案 和危害國家安全那個罪案 和普通的一些刑事行為 應該就相對起來會比較複雜一些 所以他們可能需要用多些時間去搜證 或者去舉證 這方面他需要長些時間去做一個拘留和通報 我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有一件事我們都是希望 萬一是有內地和香港人 被對方的執法機關去拘留的時候 其實都希望是第一時間通知對方 亦都是可以讓他們被捕的人士的家人 是知識的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做法 之前出現一個銅鑼灣的宣言 你覺得這次審視了一個通報機制 其實能夠堵塞到這些問題 這是什麼問題 因為那都是一個官方的拘捕情況 我想呢 現在有一個機制在這裏的時候 就是令到大家都覺得說 如果出現了某一些拘留事件的情況 大家亦都是有一個指引 有一個準則 有一個溝通的渠道 去互相了解我的人士 為什麼是被對方的執法機關去拘留 原因是什麼 依據什麼的法例 還有我在幾多日之內 是可以得到相關的訊息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 是對大家都是有一個保證在這裏 OK 謝謝